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块吃鱼 到餐厅里点了鱼 鱼有刺 那我就记得 我在小的时候 因为吃鱼 那个刺卡住了 哎呦 赶快送到医院 那个医师那儿 那医师那儿拿那个钳子在里头 把钩刺找出来了 很多的事情都很有趣味 可是它都成为过去 这些有趣味的 好玩的过去把它记下来 去赶掉了那些你不愉快的事情 人生不是都是很顺利 但是不顺利中间 你怎么样让实事有顺利 比如说我生病 我住医院 每一年住好几次 哎 但是每一次住医院 我的心情上不受影响 我的全家都知道 不会因为这里受影响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知道到了医院 我生病交给医生 我的生命交给上帝 我自己去享受 我眼睛所看到的每一天的生活 哦 这个护理师 推着这个护理行动车 工作车过来了 哦 看到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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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来问诊 看到了 人家这个 这个 医院里头 在那打扫清洁 等等等等的 许多的事情 我都觉得很好玩 哦 比方说 我面对的这个窗子 一看 对面 总统府 我的左面是这个 现在叫阿尔巴 阿尔巴 这个 这个 纪念公园 这个 这个 自由广场 看着呢 哦 再想想看 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 你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会想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你试试看 把它记下来 上帝赐福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高峰 云茜茜茜